我们首先听评审来讲明 丁晓雯老师请 雅龙今天选手台语歌 啊 挑战 那个 我倒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平常你唱国语歌 我们都说你那个咬字很特别 对不对 有时候觉得好像咬得太硬 然后唱起来真的怪怪的 但是你唱台语歌的咬字 反而我觉得比国语歌自然 所以呢 今天台语歌整体听起来 我觉得还蛮流畅的 因为雅如本来你的语气 只有一点耐气 知道什么意思吗 撒娇 对 你本来就是有一点点 撒娇的这个 表情在里面 合了这个歌的内容 就是他有点生气 但是又带一点撒娇 他并不是跟对方很决绝的 或是控诉对方的 反而是希望就是 对方好像要回头来 所以我觉得呢 你这个语气正好合了这个歌 但是要请你注意的是 这个歌 很清楚 很典型的是三拍的歌 你这个律动感 把握的不太好 所以会觉得在节奏性上面 有一些轻重音 就比较没那么清楚 如果你可以把握好三拍的律动 这个歌的分数会更漂亮 谢谢老师 好 人好 你的共鸣 好不好 高音共鸣 还有你的低音共鸣 尤其你的低音共鸣 要特别特别的去练 你的高音其实是你的强项 但是低音常常不够 为什么特别要跟你说 因为低音 如果你把共鸣练得好 一首歌的情感面 就会帮你加分 好 如果说你的声音 一直都是属于高亢的 清亮的 没有低频温暖的部分 这个歌你要表达出一些深沉的情感 它会比较吃亏 希望你们再努力啰 加油 谢谢老师 老师 翁立尔老师请 是 雅如 台义了 你有听着在说吗 没有 一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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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得出来 一声一声 但是我还是听得出 你会紧张 你的筋钉了 筋钉就会把自己的开 把自己的开一叉去 但是有一个地方 我要给你拍拍手的就是 在最后一段的那个副歌 我会一降下到这段牌 有没有 哇 那边不错 我有做记号 你唱到这边高音的部分 这段牌 那个 那个最高音的部分 你用假音 那个是意高人胆大的一个做法 这个真的是 算你厉害 最后的那一句 我要叫你骗我的 月都收回 因为你自己知道 都收回 最后那个月 要拉长音 而且呢 最好是 再做一点抖音 对不对 来结尾最好 可是这是你的 比较 没有把握的 所以说你会想要 趕快把它唱好 所以在这边你很敢 除此之外 都不错 加油 谢谢老师 这帅来 婉仁好 这条意难忘 他一段歌 那个你就要跟人生你了 要引人入歌 他这个A段的部分 你要唱得很丁倒 好 你生的愛 為我來享受吧 逃避什麼 低音 知道 這首歌 因為你看寫歌為什麼有低音 中音 高音 因為低音放在A段 你看就是引人進來 然後到副歌的部分 對這種愛情 一種萬壇跟誰整個 跟關音整個力度 整個分開都殺出來 對不對 到那個部分你如果做得好 那個是會讓人家聽歌的人會起雞皮 人好 加油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看尹雅如 這首歌能得到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今天挑選了一首台語歌曲來應戰的雅如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90 90幾分呢 90 評住了小數點 繼續跑 恭喜得到90.4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可以承認好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這就是我們衛冕者的強敵 承認好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謝謝80 90 90 91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1.6分